年夏男就是那么狂!丁海银直接把漂亮姐姐孙艺珍扛起来亲,还要来个连环bobo。 哈韩的朋友注意了,又有新的连续剧等你去追了。南韩都会浪漫爱情剧经常请吃饭的漂亮姐姐由新生带男星丁海银首次担高男主角,搭配笑颜女神孙艺珍,依正明,潜意为孙艺珍,加上导演透露是以宋慧桥、宋仲基作为参考原型, 播出前就备受讨论。 30日首播第一集,没想到片头就出现丁海银抱气孙艺珍狂亲的缠绵画面,甜度爆表。 经常请吃饭的漂亮姐姐片头就出现丁海银把孙艺珍扛起来亲的甜蜜画面。 图翻设字JGBC。 尹真雅,孙艺珍饰演,是任职咖啡卖场总务组,工作,恋爱都不顺心的三十代职场女性。 某天在路上与重逢致友徐庆善、张少岩饰演,的弟弟徐俊熙、丁海银饰演,就开启了两人的故事。 徐俊熙,因出国留学,尹真雅见到他后,惊讶地问,什么时候回来的?而徐俊熙回答,当你沉睡时。 由于丁海银正式因韩剧《当你沉睡时》爆红,小彩蛋让观众会心一笑。 尹真雅从Instagram发现律师男友劈腿,气愤之下骗过保全,拿到出轨男的车钥匙后,在车上放了丝袜和口红,以此报复渣男。 虽然帅气复仇,但被劈腿的尹真雅还是和好姐妹徐庆山出去喝酒,并且很快的醉倒。 徐庆山看到这状况,便叫自己的弟弟徐俊熙送尹真雅回家。 孙密珍发现男友劈腿,在他车上丢下丝袜和口红抱负。 其实已经开始在意女方的徐俊熙,见到尹真雅为渣男流泪心里很不适滋味。 停下车后,徐俊熙看到尹真雅熟睡,便拿出手机偷拍,快门声却吵醒了尹真雅。 他立刻问,你刚刚是在拍我吧? 俊熙却害羞地又开玩笑掩饰,我没有拍你啊,倒是嘴角的口水擦一擦吧。 两人一搭一唱下,气氛倒是轻松了许多。 走住走住,尹真雅对徐俊熙说,还好还有俊熙,能这么放松说话的也只有你了。 更像对方约定要常常一起吃饭。 不过这时与其说暧昧,倒不如说尹真雅是抱住照顾弟弟的心情,反倒是说主要背对方回家却被拒绝的徐俊熙,其实更早对女方产生情愫。 在尹真雅接受试验后,前男友却跑来找她,两人在公司外面拉拉扯扯引起了同事注目。 徐俊熙看到后,便冲上前拦住尹真雅就要走,更拿起电话假装报警,称对方是跟踪狂。 但一路上尹真雅没有说话,让徐俊熙紧张地说,是不是我做错什么?尹真雅才说出,好丢脸,居然还要弟弟来解围。 徐俊熙听完后,笑说,姐姐看男人的眼光也太低了。 第二天,同事没有八卦前男友,反而向尹真雅打听昨天那个帅气的小男生是谁。 想请真雅帮忙介绍,而下集预告中,便可看到尹真雅被此似乎有点吃味。 手机虽然并没有太大的爆点,但丁海银年下小狼犬男友的设定,已经让大批丁太太们为之疯狂。 经常请吃饭的漂亮姐姐每周六,日早上十点爱奇艺台湾站根坡上架。 经常请吃饭的漂亮姐姐从预告就亲不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